有出口说的话 多肉怎么施肥啊 它是怎么吸收的 它跟所有的植物都一样 你施肥也可以不死 但是呢 多肉不施肥也行 我们这个养的这么大 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说 一粒肥料都没用过 一丢丢肥料都没用过 也包括这个 一点肥料都没用 它一样可以长好 也一样可以长大 但是呢 我们在云南的时候好像分两个派系吧 我们到北京 到北京的时候呢 它们养多肉是一点肥料都不用 就叫控养 它就养的很小 状态很好 那到了云南那边呢 有一部分的我们这些同行 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他们会大量的用肥 大量的 很快的换盆 换大盆 施肥 会长得很大很快 你可能三年 我们北京那边的那些个朋友啊 他们三年可能也就养这么大 你要是在云南那边三年他可能养那么大 然后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 他就说 你看你们北方那个弄法跟我们 我们三年长这么大 我们卖多少钱 你们三年还这么点卖多少钱 我说也对啊 但是后来呢 就跟华尔明说这个事嘛 就是多肉可以不用肥 也可以用肥 用肥呢 你就尽量的少用一点 你可以跟盆也有关系 跟气候也有关系 你如果说在北方地区很冷的时候 你像冬天 我们的多肉长的就慢 你就不用肥 用肥还容易烧花 所以他就不用了 就控养 就状态好 小但是精致 好活 南方就大大大 看你自己了 明白了吗 错吧 希望能帮助到你啊 肥料的话 有个话说 老外你推荐我个肥料 没有所谓的什么多肉串用不串用的肥料 你就通用型的给他一样 懂了吗 你把养花的一个大缸里明白了 光水土气肥里明白了 什么都简单了 好了 希望能帮助到你啊 不要纠结了 反正老花一 点花这张一 拜拜 错吧